大家好我是小倫 嗨?大家好我是小倫 今天呢我要来教大家 怎麽在家麻烦肥 söyle 现在天气就非常的热 然後早餐都不知道要吃什麽 那既然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家上班 那不如呢我们就来健康的吃 然後來做一個優格燕麥盤 然後我們就開始動手吧 首先先準備就是自己喜歡的水果 然後像我就準備了番茄 番茄就準備雞殼 然後等一下就切片 然後我還準備了香蕉 還有我的酪梨 切一半的酪梨就好了 然後我自己就是準備了兩個我選的優格 兩碗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燕麥 這個藍莓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吃的冷凍藍莓 然後我就準備了一碗 那我現在先把就是剛剛說的水果先把它切片 接著就會出動我們的果汁機 這是綜合冷凍機的內鍋 先把它包起來 把它倒進空碗裡面 然後這時候把我們的準備的優格打開 直接倒下來 優格要倒幾杯就是看自己的量 看自己想要吃多少 好 接著呢 我們用湯匙拌一拌 拌均勻之後呢 找一個盤子 把剛剛的優格倒下去 把剛剛的優格倒下去 然後鋪平 盡量鋪平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要在上面加水果 還有麥甜 所以鋪平很重要 好 鋪平之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剛剛切的那個水果把它放上去 這一塊 然後接下來呢 旁邊這邊就是灑上我們喜歡吃的麥甜 好 現在我們的優格也賣完 我們就完成囉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現在呢 我就要來吃看看 嗯 我剛剛選的優格是有甜味的優格 它本來就是藍莓口味 然後有加點椰果 然後這樣子的整個製作過程其實超級簡單 你也不需要開火 不會做料理的人 也都可以學會的優格麵麥 大家睡起來了嗎 趕快自己動手做看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拜拜